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以男性用户为主的男超网站用户们 指出Nexon游戏的宣传影片中 包含了仇男手术的场景而引起了争议 男超网站的网友们 对被指控的Nexon外包公司的一名女性动画师 进行了人肉搜索 尽管事实证明 该场景是由一名40多岁的男性化的 但无论事实真相如何 年轻男女之间的性别冲突 变得越来越激烈了 这个争议一开始 是因为一位男性用户在论坛发表了 在Nexon的热门游戏Maple Story宣传影片中 女性角色做出了镊子手势 而这个手势在极端女性主义倾向的论坛Megalier中 被使用为贬低男性的手势 随着用户们的持续指责 Nexon在25号将该影片设为非公开 并发布了道歉声明 接着Nexon的Maple Story总结 在26号的YouTube直播中表示 会将外报公司制作的影片全国社会非公开 并进行全面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 公司将采取相应措施 而在这个道歉之后 南车网站的用户们认为 Nexon也承认了那个片段出现的就是仇男手势 就公开了他们认为是绘制该片段的员工A的姓名和照片 并前往外报公司的办公室寻找A帽 甚至也在Coco地图上 对该公司的评价进行一颗心的攻击 目前外报公司透过与媒体的采访表示 虽然有很多资料可以反驳 仇男手势的阴谋论 但由于承拨公司Nexon释加的压力 他们未能发表意见 他们表示 无法反驳 掌握着公司80%总营业额的承拨公司 在这次的Nexon仇男手势争议后 重新引发了韩国MG时代之间的两性战争 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很多企业也下架了被质疑是仇男手势的图片和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觉得那个手势是在连接场景过程中出现 而不是刻意加入的仇恨表达不是吗 如果是故意的那当然是错误的 但在听取当事人的解释之前就进行指责的话 这跟猎物有什么差别 这不是男性过度反应 那个手势原本是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仇恨标志 它一直被广泛用作对男性的仇恨和嘲笑的标志 正是因为到处都有女权主义者悄悄的话这些东西 所以男生们才会感到愤怒 我觉得将这个手势作为仇男的表达是很奇怪的 部分网站论坛上的极端性别冲突 不应该在我们社会中普遍蔓延 虽然我是男生 但我认为一开始就将什么都不是的事情当作问题 引起争议 并要求他人证明清白 这本身就是一种骚扰 自己妄想猜测是女权主义者化的 然后去骚扰他们 当得知是男生化的后 又说性别有什么关系 女权主义和两性冲突是现在这个时代很自然的现象 是为了更好的未来需要共同讨论的议题 但这次这种争议只是无意的争论 对于一个手指形状的变化感到兴奋或沮丧 我不确定这是否有必要 看到连相爱的时间都不够的20到30岁的年轻人 在互相指责 真的让人心痛 对于最近在行 我再次引起的仇男手势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 i can i can teu 你 不要 你 我 我 不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